演员吴康仁在周六的时候 是凭借复都青年 获得了金马六十的宝座 今天他现身复都青年的记者会 与监制李星杰导演王李林 等人一起亮相 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相当的帅气 他也透露今天心情 特别的紧张 祝福非常多 多到我有点吓到 有多少啊 大概有没有上过 能算得出来吗 算不出来 就是回 有回很多讯息 就是回到有点 不可思议就是会 就是自己也有点吓到 就是大家这么关注金马六十 重点是有印象深刻的祝福吗 印象深刻妈妈啦 妈妈怎么说 妈妈说她看电视看就要哭了 她没有 我妈妈没有关心 不是说她不关心 而是她没有特别的 没有关注自己的 我自己的表演 她有时候会看 然后她会有跟朋友讨论 但其实她很少会说 她看到我什么作品 好 吴康仁也被问到 外界很好奇 片酬会不会有所调动 她在现场是一人分饰两脚 也就是她的经纪人角色 是高笑的来回应带过这个问题 而至于女友少尉微 有没有跟她讲一些 庆祝的话呢 她是说其实两个人 真的都太累了 不过呢 她已经包下了 这个电影的场次 希望来找一些朋友 一起来进场看电影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支持 那以上是我们所掌握的连线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